第171章 谁与争锋 无头的天使 失去双目的仙子 缺少心脏的战神 断臂的恶魔 传说中的神魔 拖着残破的身躯 接环绕在陈南的周围 死亡气息与神圣气息同时浩荡 天地精气疯狂向着后裔神功与陈南汇集而去 一人 一宫绽放出万丈光芒 照亮了整片夜空 那些身躯残破的恶魔与神灵则围绕着陈南不断旋转 一幅幅凄惨的幻象浮现在围观众人的眼中 这是远古的神灵与凶魔 许多仅仅在神话传说中出现的远古存在 竟然幻化成虚影 出现在陈南的周围 这令众多的修炼者大惊失色 他们无从猜测这些幻象是如何形成的 不知道这些虚影出现的缘由 每个人的心中都忐忑不安 恐怖的波动浩荡八方 低血的狼牙剑的剑感 通体金黄 散发着赤裂的神芒 只有那染血的剑头 冷森忧寒 七红刺眼 所有观战者都心惊胆战 不由自主向着更远的建筑物退去 空中的两个尸煞似乎也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他们快速向高空冲去 那个昆仑妖族 以及西方的三个修炼者等人也露出惊异之色 陈南如同一轮耀眼的太阳一般 浑身上下金光缭绕 体外仿佛有熊熊烈焰在燃烧 就在这时 环绕在他周围的神魔幻象 突然被后翼弓声声吸纳了过去 那些光影同时汇聚在了剑语之上 开 一声爆喝 陈南松开了弓弦 那金光剑撕裂了虚空 在空中划出一道道闪电 震耳欲聋的雷声不绝于耳 无数凶神幻象 恶魔虚影围绕在光剑周围 看起来分外恐怖 轰 伴随着一片绚烂夺目的光芒 光剑插入了一个尸煞的胸膛 瞬间将之绞成粉碎 但光剑驱势不止 依旧向高空冲去 直奔西方修炼者当中的穷恩斯 三道赤裂的剑芒同时斩向光剑 但军告无效 光剑一往无前 冲破重重阻挡 贯穿进穷恩斯的胸膛 在穷恩斯爆碎的瞬间 一道白光冲天而起 一股神圣而又强大的气息天空中浩荡而下 天哪 天使 竟然是传说中的西方天使 那道白光竟然是一个肆意天使 神圣的光辉笼罩在他的体外 令他看起来朦朦胧胧 他用力抹了一下胸部 一串血珠滚落而下 同时飘下几根洁白无瑕的羽毛 剩余的那个施煞快速向着西方天际逃去 三个老怪物无比震惊 只有那个西方妖族似乎早已料到会有这般情况一般 蒙蒙青灰中看不出他有什么表情 地上的人们却开了锅 他们震惊于陈南刚才开后翼宫时所出现的恐怖异象 吃惊于传说中的西方天使出现人间 此刻陈南似乎对接连出现的奇异事件麻木了 没有过多的震惊之色 他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诅咒着老怪该 刚才光剑离去的刹那 如同一个贪婪的吸血鬼一般 在最后关头竟然莫名其妙地吸去了 他近三分之一的血液 此刻他脸色一阵苍白 浑身的力量仿佛被抽干了一般 他无力地扶着金银璀璨的御掌 这时 那个昆仑妖族冷冷的话语响彻天际 私自闯到人间界 你们已经犯见 按照规则 必将行神俱灭 羽翼洁白的似一天使冷笑道 你来执法吗 这个世界是凭实力来说话的 此刻还原了本体 他的实力强横到了极点 那个昆仑妖族冷笑道 你犯了两个错误 一 我不能处你 不代表别人不能处你 二 你太小看人间界了 正在这时 逃向西方的那个尸煞 又突然倒飞了回来 显得有些慌张 一声龙啸响彻天地 西方天际遥遥传来一阵长笑 今天真热闹 神龙骑士瑞拉也来烫烫浑水 这时 南方传来一声 令人心胆 皆寒的冷哼 哼 我倒要看看 是何人敢在我东方修炼界 如此嚣张 而就在这时 皇宫中传来一声龙吟 上阵九天 下荡九幽 传遍整座帝都 紫荆神龙周身上下 散发着璀璨夺目的紫芒 从皇宫中某片院落内冲了出来 无数人惊呼 我的天啊 我看到了什么 东方神龙啊 神话传说中的东方神龙 竟然出现了 紫荆神龙快如闪电一般 冲到了陈南的境前 此刻他双眼血红 脸上充满了愤懑之色 身上涌动着无限煞气 尼秋你疯了 你怎么能够暴露在世人的面前 我没疯 我看到了大仇人 小子 现在我可以奉献出我所有的神龙血 只要你能够 把天上那个屌人给我射下来 你认识他 当然认识 数千年前 他还在给人当登班 我就记住他了 紫荆神龙咬牙切齿 悲愤地低语道 当年他的主子杀了我一生当中 最为重要的一个人 我曾经发誓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早晚有一天 要将他们挫骨扬灰 平时嬉笑怒骂的紫荆神龙 此刻悲气无比 双眼中竟然滚落出两滴血泪 不知为何 陈南心中涌起一股酸涩的感觉 嬉笑怒骂 满嘴浑化的紫荆神龙 心底竟然掩藏这么甚的悲伤 将真实掩藏 用虚伪包装 他在紫荆神龙身上 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影子 好 我答应你 用你我之神血 龙血 来射杀那个吊人 然而就在这时 一声叹息响彻天地 一个略显迷茫的声音 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中 话语虽然很低 但却在整片天地间悠悠回荡 神性 魔性 难得清醒 杀身灭灵 疑惑 修成大魔 第172章 妖神破魔 神性 魔性 难得清醒 杀身灭灵 疑惑 修成大魔 悠悠叹息响彻天地 清晰地传到了所有人的耳中 空中的所有无敌强者 皆在顺势变色 普通修炼者 或许还感觉不到什么 但修为在六阶以上的几大高手 皆感觉到了一股难言的恐惧 那轻声叹息 似就在他们耳旁发出 但他们却无法捕捉到 叹息声到底源于哪里 地面的修炼者一阵骚动 他们看到高空中的几大高手 面露凝重之色 他们猜测 发生者定然也是一个无敌强者 每个人都在夜空中搜索 但却一无所获得 老妖怪与陈南的身形接一阵 只有他们清楚 那是何人所发 老妖怪的脸色异常难看 他原以为 只有几个六阶的东方修炼者 会来抢夺神物 结果不仅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昆仑妖族 连西方的天使都出现了 今日出现了太多的意外 陈南持后一功 背靠在巨大的御掌之上 静静地看着那古墓的出口处 外表看来他很平静 但其内心波澜起伏 他知道古墓中的绝代高手复活了 即将冲出结界 只是众人等了好长一段时间 那发出叹息声音的人 再也没有出声 仿佛已经离开了一半 似一天使已经从穷恩寺的身体中解脱了出来 他双目中神光如电 冷冷地扫视着四方 寻找那发生人的气息 但他失望了 毫无所获 他感觉心中泛起一股良意 那人的恐怖修为 让他感觉到了强烈的不安 难道这一次真的错了 我们真的不该下戒 似一天使心中自问 他感觉到了一股难言的恐惧 似乎有即将不好的事情 发生在他的身上 他冲着艾美斯 与卡姆拉秘密传言道 你们万万不可露出本体 临出发前我曾被告知 只要藏身于 和我们同名的三具人体中 最后即使有危险 也将由这三人带过 我现在已经失去了仪仗 你们千万要小心 嗷吼 一声龙啸 西方天际飞来一头骑龙 此龙长约十丈 浑身上下荧光闪闪 在夜空中显得分外明亮 骑上端坐着一个 金发碧眼的老人 毫无疑问 这便是将尸煞逼回来的 那个西方神龙骑士瑞拉 神龙骑士瑞拉 看到四一天使后 大吃一惊 不过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但并没有像通常的 西方人那般历史膜拜 修为到了他这般天地 已经接近破碎虚空的境界 基本上已经和中阶天使 在一个层次上了 他并无敬畏之心 西方神龙 神兽啊 地面上的修炼者们惊叹 嘿 一声冷哼自南方天际传来 一道紫光快如闪电一般 眨眼间便飞到了 楚国皇宫上空 紫色光滑将来人笼罩其间 让人看不到其真实容貌 老妖怪等三个老怪物身形一阵 显然他们认出了 这名强大的东方武者 他们的嘴张了张 但最终没有开口说话 那悠悠的叹息声消失后 便再也没有出现 空中的气氛又慢慢紧张了起来 似一天使穷恩斯率先发难 一道巨大的光剑 自他的右掌延伸而出 向着陈南恶狠狠地劈去 璀璨的锋芒照亮了夜空 剑气自高空直冲而下 刚刚从南方天际飞来的 那个紫气缭绕的东方武者大喝道 你私自闯人间剑 必将行神俱灭 他的话语 和那个昆仑妖族如出一辙 与必 他一拳 向穷恩斯轰去 紫气汹涌澎湃 而出 似那滚滚长江奔腾咆哮 与此时同时 三个老怪物也再次出手 向着艾美斯与卡姆拉冲去 空中顿时光芒璀璨 全风激荡 剑气纵横 那个昆仑妖族 周身上下青色光辉笼罩 他双眼中光芒闪烁 他双手猛灰 两道青芒化成两条蛟龙 向神龙骑士瑞拉 以及逃回来的尸煞冲击而去 一时间 空中再次混战起来 激烈的大战 令下方的观战者 看得神池易动 如此盛惠 可谓数百年来少有 陈南刚才连连挥动御长 方将那四翼天使 穷恩斯披下的剑气化解掉 在此之前 他开后翼宫时 耗费了近三分之一的血液 此刻他虚弱无比 紫禁神龙双眼血红 狠狠地盯着高空中的穷恩斯 直语冲上前去 将他撕裂 他环绕在陈南的身旁 低沉地叫着 我一定要杀死这只走狗 这一夜 帝都所有修炼者 皆在仰望楚国皇宫方向 无数的修炼者皆如痴如醉 皇宫上方的旷世大战 对于所有修炼者来说 如同神话一般 无敌强者的境界 让他们领略到了修炼的新天地 人竟然可以通神 让光明照耀大地 黑暗从此不在 日咬人间 艾美斯轻轻念动了一句咒语 刹那间 明亮的光辉照亮了整片夜空 天地尖白茫茫一片 黑夜在一瞬间变为白昼 看着这如同神迹般的魔法咒语 地面上众人发出阵阵惊呼 天哪 敬咒 我的天啊 光明魔法的极致境界啊 传说中的日耀人间 不可思议啊 绚烂的光辉 将三个老怪物围拢其间 而后又向着那个昆仑妖族覆盖 而去 璀璨的光芒神圣无比 仿佛光明神力临人间 普照大地 三个老怪物吐气开声 纷纷抱贺 刺眼的光满自他们的身上爆发而出 将那涌动而来的圣洁光辉 阻挡在外 而那昆仑妖族更是强悍 哈哈大笑道 即便是正午的阳光下也有阴影 你们的修炼法门明显走极端 根本难成大气 嘿嘿 看我妖神破魔 无法无天 青色光辉自他身体狂暴涌动而出 一瞬间 天空中妖气遮天 令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股难言的压抑气氛 青色光辉快速将那圣洁的光辉驱散 天地间一片清蒙蒙之色 第173章 天地法则 在那昆仑妖族施法之时 穷恩斯快速后退计时障 而后深化一道白光 向着地面上的陈南冲去 显而易见 他想趁这个机会去抢夺那御守掌 那个昆仑妖族贺道 在我端木面前也敢耍手段 天地间的蒙蒙青光 在击溃那浩瀚的魔法攻击后 开始快速聚拢 向着穷恩斯的身影席卷去 不过在即将接触到穷恩斯的瞬间 端木忽然又散开了那些光芒 没有继续追击 因为他看到 陈南已经再次弯弓搭建 后翼神功所浩荡 而出的恐怖波动 令他都有些心惊 这一次 陈南飞身跃到了巨大的御守掌之上 一口鲜血喷在了箭头之上 紫禁神龙则是连喷三大口鲜血 将箭体全部染红 他恶狠狠地盯着快速逼近的穷恩斯 低声催促陈南 道 即便是亲近为我全身的龙穴 也一定要将这个鸟人射杀 紫禁神龙的双目赤红无比 陈南看着他叹了一口气 将箭语搭在了弓弦上 弯弓描向飞袭而来的穷恩斯 轰 一道惊雷响彻天地 一道巨大的闪电从天而降 落在了陈南不远处 耀眼的强光比至刚才的静咒魔法日 要人间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南看着那道从天而降的惊雷 眼中寒光一闪 不过他没有理会 用力拉开了弓弦 轰 又一道惊雷响彻天地 一道巨大的光束从天而降 急在了不远处 大地一阵站立 地面上巨大的裂痕向四面八方蔓延而去 不远处的几座宫殿一阵晃动 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随时有可能会坍塌 这时 皇宫内观战的高手们 揭露出骇然之色 他们已经发觉 陈南这一次弯弓 竟然引得天降雷电 基于他身旁 这实在是让人心惊 轰 又是一道巨大的闪电 披在了陈南的身旁 璀璨的电光 要的人睁不开双眼 紫禁神龙也看出不对劲来了 他低沉地道 贼老天想要干预 我atit百分号锦号 百分号锦号人民币 百分号人民币锦号 他破口大骂 但还是小心提醒陈南 道 世间有法则 各个界面都有一个力量极限 太过强大的存在 不允许在人间界驻流 除非自我封印 后翼公在你手中等落魏家封印 此刻染上了我的龙血 与你的神血 威力强决到了顶点 恐怕已经超出了这一界 所允许的极限 你千万不要将功拉满 否则将会引来天法 陈南点了点头 事实上 以他的功力来说 根本不可能将功拉满 这一次 不过是因为传说中的神龙血液 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才致使天降惊雷 轰 接连数道雷电响彻天地 披在陈南不远处 六道巨大的光束 自那浩瀚的夜空 直接连到地面 环绕在陈南的周围 宛如六道晴天玉柱一般 惊得所有人目瞪口呆 高空之上 雷声不断 后翼公与陈南宛如血肉相连一般 化为一个整体 爆发出万丈光芒 血红色的剑语 散发着妖异之光 浩瀚的能量波动 如惊涛骇浪一般 向四面八方汹涌而去 不远处那一排宫殿 轰隆隆倒塌了下去 激起漫天沉沙 陈南的周围 无头的天使 失去双目的仙子 缺少心脏的战神 断臂的恶魔 以及无数条百丈神龙在环绕 飞舞 死亡气息与神圣气息同时浩荡 恐怖的波动浩荡八方 低血的狼牙剑通体血红 散发着炽烈的神芒 远处的宫殿 又连续爆碎了十几座 所有观战者都心惊胆战 不由自主 向着更远的建筑物退去 空中的无敌修炼者们 也相顾变色 几乎在同一时间收手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刹那 这时穷恩斯 已经离地面不足百米之遥 他脸上露出惊恐之色 但他最终并没有退缩 开始变现飞行 身体忽左忽右 在空中如同一颗 忽明忽暗的流星一般 向着陈南冲撞而去 此刻 陈南如同一轮耀眼的太阳一般 浑身上下金光缭绕 体外仿佛有熊熊烈焰在燃烧 就在这时 环绕在他周围的神魔幻象 子龙虚影 突然被后翼弓声声吸纳了过去 那些光影 同时汇聚在了剑语之上 杀 神剑如红 一道冷森 七雁的鸿芒 直冲而上 无数凶神幻象 恶魔虚影 围绕在光剑周围 看起来分外恐怖 震耳欲聋的雷声不绝于耳 轰 一声震天大响 血红色的神剑 在刹那间 洞穿了穷恩斯的左肩 而后直冲消汗 血红色光芒 仿佛贯通了天地 和围绕在陈南周围的 六道巨大的白色闪电光束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啊 穷恩斯仰天大叫 英俊的脸孔极昼扭曲 神圣的气息荡然无存 令他看起来分外猙獰 两对洁白的羽翼 不断拍打 煽动 无数根神语飘落而下 在空中纷纷扬扬 他的双手一前一后 死死地按着左肩 但那鲜红的血水 最终还是喷洒了出来 天使的血液与众不同 散发着炽烈的红色光芒 血雨飞溅 洒落而下 整片低空 仿佛都被染红了 我要杀了你 穷恩斯脸色争鸣无比 任那鲜红的血水 喷洒而下 快速向陈南冲来 这一次 陈南被抽去了六分之一的血液 余下的血液 皆是自紫金神龙体内抽出 神剑一出 一人 一龙皆变得虚弱无比 他们无力地 靠在御手掌之上 看着越来越近的穷恩斯 紫金神龙狂笑道 杀杀杀 杀你妈个头 他用龙尾将御手掌 拖出了地面 而后向着空中 急冲而来的穷恩斯 猛力硬了一掌 去你妈的 今天一定要爆掉你 你那颗力量本源 天使之星 就给我们当作补偿吧 第174章 出魔 巨大的光掌浩荡而上 向着穷恩斯冲击而去 璀璨的光芒照耀八方 天际一片通明 这时 陈南已经缓上了一口气 眼中寒光闪烁 他自紫金神龙那里接过御掌 即全身功力 注入御掌内 狠狠地向上应去 陈南向来是不做决定则罢 一旦决定的是 定然竭尽全力 传说中的天使固然可怕 但他既然已经答应紫金神龙 此刻杀心甚深 已经摆开了不杀穷恩斯不罢休的气势 两道巨大的光掌一掀以后 向着空中浩荡而去 巨大的能量波动 如怒海狂涛一般 在空中汹涌澎湃 然而就在这时 高空之上 一道血红色的神光 如天界神法一般 快速降落而下 滚滚雷声不绝于耳 而红光周围的恐怖景象 更是让人心胆皆寒 无头的天使 断臂的恶魔 被后遗宫所射出的光剑 竟然去而复返 似乎是不射杀穷恩斯 绝不罢休一般 传说后遗宫所发之见 不沾染目标鲜血绝不停息 现在经过神龙血浇灌的剑语 更加具有灵性 竟然不射杀穷恩斯 不肯消散 穷恩斯大惊失色 深化一道白光 向着远空冲去 而血红色的神剑 则紧紧尾随其后 这惊心动魄的画面 震撼了所有人 一道赤裂的鸿芒 竟然对一个天使紧追不舍 令所有人心惊胆战 轰 血红色的光剑 最终还是追上了穷恩斯 直接没入她的后心 她身后的两对洁白羽翼 在刹那间破碎 血水狂喷 空中分舞而下漫天的白雨 鲜红的血水 洁白的神语 令夜空看起来是如此的压抑 啊 穷恩斯仰天背后 金发乱舞 脸色猙獰 一个碗口大的血洞 出现在她的胸前 前后透亮 但即便如此 她也并未身语 看着那渐渐暗淡 向前冲去的光剑 她震惊 恐惧 愤怒 愤怒的火焰 燃尽黑暗 烈焰烧天 穷恩斯连孔扭曲 忍着巨大的伤痛 念动咒语 施展了一道静咒魔法 滔天的火焰席卷天地 仿佛整片夜空都燃烧了起来 如惊涛骇浪一般的烈火 向着血红色的光剑汹涌而去 瞬间将那 围绕在神剑周围的无头天使 断臂恶魔 燃烧一空 血红色的神剑 也最终在火系静咒魔法下暴碎 在空中浩荡起一股狂澜 无皮的波动浩荡八方 令无尽的火焰 在广阔的夜空中汹涌澎湃 整片天际都是通明的火焰 幸亏这一切都发生在空中 如果是在地面 恐怕整座楚国皇城 都会在一瞬间被燃为灰烬 烈焰慢慢消退 穷恩斯缓缓转过身躯 面向地面的陈南 此时她的胸部前后透亮 巨大的血洞显得格外恐怖 此刻她的两对羽翼已经残缺不全 大片白雨沾染上了血水 在空中慢慢飘洒 她的脸色阴沉得吓人 再无一丝天使的圣洁之色 她狠狠地盯着陈南 双眼都快喷出火来了 无尽的杀气浩荡而下 令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股彻骨的寒意 就在穷恩斯刚要有所行动之时 她的周围弥漫起重重紫气 刚才自南方天际赶来的 那个浑身紫气 缭绕的神秘人 一瞬间出现在穷恩斯的身前 她冷冷地道 西方的天使私自下界 已经违反那世间法则 现在又抢我东方神物 更是再次犯戒 此宵公王熙 今日将开杀戒 冷冷的话语传遍了整座皇城 无数修炼者以及军兵们 均露出崇敬之色 一个人类修炼者 竟然将一个西方神话传说中的天使 毫不放在眼里 竟然出言要亲手灭之 这是何等的豪情啊 紫气缭绕的神秘人 站在虚空中 浑身上下透发出 一股磅礴的气势 僻逆天下的一代强者姿态 尽显无疑 紫宵公对于东方修炼界来说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和弹台古圣地 以及小林寺 同为东方古圣地之一 这时 老一辈的修炼者 已经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王熙这个名字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 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了 但在140年前 那绝对是修炼界的一个传奇名号 在那个时代 混天大魔王 弹台圣地的仙子 以及紫宵公的王熙等人 名动天下 是当时最为绝顶的人物 还有能够与之匹敌者 当时就已经是顶峰高手 更何况是140年之后呢 地面一阵骚乱 所有的修炼者都没有想到 这个传奇人物 时隔一百多年后 竟然再次出世 想必 现在他的修为 离那五魄虚空之境 已经不足一步之遥 不然 他不可能不将一个天使 放在眼里 老妖怪等三个老怪物 和王熙 是同一时代的人物 深知此人的修为 到底强横到了何等境界 他们相互看了一眼 眼中露出一丝复杂难鸣的神色 艾美斯和卡木拉震惊无比 直到此刻 他们才明白 王熙有多么可怕 凭着直觉 他们预感王熙的修为 绝对和那个昆仑妖族端木有的一拼 此刻穷恩斯已经重伤在身 万万不是王熙的对手 艾美斯与卡木拉 飞快向下冲去 他们两人一动 其他人也动了起来 三个老怪物率先发难 向着艾美斯两人袭去 端木则再次将神龙骑士瑞拉 和那个施煞 笼罩在了蒙蒙清光之中 混战再次爆发 空中流光一彩 璀璨夺目 但那万千道霞光中 却有着无尽的凶险 几名无敌强者 正在进行生死大战 最终重伤的四翼天使穷恩斯 和紫霄公的奇人王熙 也卷入了混战中 同高空中的树人激站在一起 就在这时 那消失已久的叹息声再次响起 话语虽然很低 但却在整片天地间悠悠回荡 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中 神性 魔性 难得清醒 杀身灭灵 亦或 修成大魔 所有人皆大惊失色 无敌强者们的脸色 也都难看无比 他们知道 这一次暗中的绝代强者 真的要陷了 第175章 击杀天使 陈南激灵灵打了个冷战 地下古墓中那人 再次发出了声音 高空上拼斗的无敌高手接一阵 不过除却老妖怪脸色大变外 其余众人虽然心惊 但并不了解具体情况 此刻陈南感受却是最深 他离古墓的出口处不远 这时他感觉到了一股如涟漪般的波动 自古墓内浩荡而出 而后涟漪慢慢扩大 最终化为滔天巨浪 一道巨大的光束 自古墓内喷发而出 直冲消汗 浩瀚无匹的能量波动 如滔天巨浪一般 在整座皇城上空 汹涌澎湃 在这一刻 整座帝都 无论是修炼者 还普通老百姓 都感觉到了一股难言的压抑感 方圆百里内 所有人都看到了 楚国皇宫内 那直插云霄的巨大光柱 远远望去 真个有如一道晴天玉柱 贯通了天地 陈南抱起巨大的玉手掌 快速向远处跑去 紫金神龙紧紧相随 远处的修炼者们 也飞快后退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 光柱浩荡而出的恐怖波动 那是比天上几个无敌高手 更加让人感觉心机的强者气息 让人有一股忍不住 鼎礼膜拜的冲动 但没有人敢停留 无数的人逃出了楚国皇宫 他们知道 接下来可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陈南怀抱着玉手掌 随着众多修炼者 退到了楚国皇宫的边缘地带 尽管有人对着玉掌 露出了贪婪之色 但却没有一个人赶上前 因为所有人刚才都亲眼目睹了 玉掌的威力 竟然能够逼退施杀与天使 那绝不是 他们所能够抵抗的力量 直冲萧翰的光柱 璀璨夺目 周围辖光万道 锐采千条 一座晶莹剔透的白玉台 自地窟内 缓缓升幅上了地表 一个如神似魔的高大身影 站立在玉台之上 这是一个高大睽萎的中年男子 一头漆黑如墨的长发 随意飘散在尖头 古铜色的脸堂 长眉入病 鼻指口方 然而此刻他的双眼却妖异无比 右眼神光战战 一片清明 左眼血红发亮 凶残狠利 射人心魄 妄知令人胆寒 中年人屁腻天下的雄姿 透发着绝代的霸气 令他看起来 如俯视众生的魔神一般 这便是当初 陈南和老妖怪所见到的 那尊不灭体 不过此时 他在不似当初那般 毫无生气 此刻在他的周围 天地精气阴晕涌动 光滑如流水 自他的皮肤 不断渗透进他的体内 晶莹宝灰在他的体表 不断闪现 万千道锐采霞光 将他衬托得更加高大 睽萎 原本那插在他头顶的飞剑 已经脱离了出去 巴掌大小的飞剑 寒光耀眼 横插在他的发脊间 那直冲肖汉的巨大光束 如贯通天地的通道一般 白玉台载着中年人 沿着这道光束 慢慢升腾而起 莫大的压力笼罩八方 即便强如空中的几位无敌强者 都感觉到了一股难言的压抑 白玉台上的中男子 冷冷地扫视着 四翼天使穷温丝 他双眼射出 数丈长的实质化光芒 喝道 天使竟敢降临东方修炼界 去死 中年男子一拳向前轰去 一道巨大的光束 宛如天界神光 瞬间冲到了穷温丝的身前 四翼天使爆发出全身的力量 想要抵挡 但却丝毫没有用处 他的身体在刹那间四分五裂 而后突然爆碎 绝代豪雄 水雨争锋 地面上的所有修炼者 都震惊了 一拳 这名神秘的中年男子 只用一拳 就将四翼天使穷温丝秒杀 这是何等的力量 如果不是两者实力差距过大 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 天使只曾在神话传说中出现 寻常人哪能轻易见到 然而就在今日 一个活生生的四翼中阶天使 竟然被人秒杀了 这件事 注定将震惊修炼界 传说中西方的神界 低阶的天使为主神创造出的战斗工具 群体数量庞大 身体为光智物 为纯粹的能量体 修为并不是多么的惊人 和人类中的绝世高手不相上下 为纯粹的战争工具 如果想进阶为有血有弱的中阶天使 所要花费的时间难以想象 中阶天使实力较之低阶天使上了一个大台阶 他们的修为 如果按人间界的修炼等级来划分的话 一般都已经接近六阶顶峰状态 即便没有出零先级高手境界 也相差不远了 最为重要的是中阶天使 已经有血有肉 算得上完整的生命体 从此以后的修炼速度 比之低阶天使 不知道要快上多少倍 今日 中年人一拳 便秒杀了一个六阶顶峰境界的中阶天使 怎么不让人震惊 他的实力 是在让人难以揣测 四亿天使穷恩斯暴碎之后 身体化成点点光雨 在空中慢慢消散 这时 紫金神龙突然冲天而起 快速向那片光雨冲去 在那片明亮的灰光中 一颗晶莹剔透 璀璨明亮的新型物正在坠落 被紫金神龙快速咸到了口中 高空中的神秘中年男子 看到紫金神龙后 眼中神光一闪 轻声自语道 竟然是传说中的五爪神龙 他的左眼血红发亮 凶残狠力 这时突然爆射出一道赤烈的血红之光 他的右掌缓缓抬了起来 想要紫金神龙应去 但最终 他又慢慢放了下去 他右眼神光战战 一片清明 一道明亮的光辉击视而出 同时 左眼的血红色锋芒内敛了进去 紫金神龙丝毫不知 他已经在鬼门关转悠了一遭 空中的几个无敌强者看在眼里 惊在心中 在这一刻 每一个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莫大的压力 笼罩在众人的身上 让他们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威胁感 高空之上一时间进到了极点 所有无敌强者 静静地悬浮于空中 一人威慑众多无敌强者 这是何等的英雄啊 绝代霸者 谁与争锋 第176章 一念成魔 每一个天使都有一个天使之心 那是他们的力量本源 即便他们的身体碎裂 破灭 如果天使之心保存了下来 其内也会保留着 少半最为纯粹的力量 对于修炼者来说 那无疑是一颗大不要 不过 极少有人能够得到 一颗天使之心 再感受到生命即将消失的刹那 天使会自动毁灭天使之心 不会留下点滴力量 这一次纯属一个意外 四亿天使穷恩斯 从未想过 在人间借会 有人能够这样轻而易举地杀死他 他根本未曾想过 毁灭力量本源 致使世上多了一颗罕见的天使之心 老妖怪等三个老怪物 看到紫金神龙青红不问 庞若无人地嫌走了天使之心 当真是极度外加郁闷地要死 他们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 也许其他顶峰高手 不会多么动心 但对于这三个在武道徘徊不前 生命机能严重萎缩的老古董来说 那当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如果不是有神秘的中年男子在旁威慑 他们早已冲上前去大抢一番了 当陈南看到紫金神龙从口中 吐出的天使之心后 惊异不已 割卵大小的一块新型物 惊异剔透 里面有一个四亿天使 外貌和穷恩斯一般无二 丝丝能量波动 从里面透发而出 紫金神龙将他抓在手中 咬牙切齿 低沉 凶狠地道 屌人你也有这样一天 你龙爷爷等这一刻 已经上千年了 我本以为龙原禁尸之后 再也难以奈何你们主婆 没想到 今日贼老天终于开了一回眼 让你这个狗奴才死于非命 说吧 紫金神龙生生将天使之心捏为两半 里面那个小天使 似乎有生命一般 在断为两劫的刹那 竟然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小子给你一半 紫金神龙一口将半颗天使之心吞了下去 将另一半递给了陈南 在这一刻 痞子龙很仗义 没有毒吞 陈南摇了摇头 道 你自己吞下去吧 我不需要 紫金神龙吞付了天使之心后 似乎悲伤的情绪好转了一些 文言黑黑笑道 这可是罕见的天使之心啊 如果不是在特定的情况下 哪里能够得到 这是修炼者梦寐以求的大补药 你放心 天使的本源是最为纯粹的力量 吸收之后用不了多久 就能够完全转化为你自己的力量 陈南文言犹豫了一下 而后接了过去 紫金神龙闭目调戏了一会儿 睁开眼睛恶狠狠地道 琼恩斯这个狗奴 虽然没有彻底碎裂这个本源 但其中的力量却被毁去了大部分 里面的力量已经所剩无几 Ad百分号人民币警号 痞子龙咒骂连连 不过尽管如此 他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原本唯米不振的神色一扫而光 此刻他的龙区明显粗壮了许多 如果直立起来以后 已经和陈南平头了 贪得无厌的尼秋 你现在的力量已经长了一大截 居然还不知足 半颗天使之星 居然让紫金神龙 在瞬间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陈南有些惊异 如果以人类的修炼标准来划分 此刻的紫金神龙 恐怕已经接近四阶境界了 他不得不感叹 这个世上真的有奇遇啊 如果他吸收掉手中的半颗天使之星 说不定能够直达四阶大成境界 不过他一直有些犹豫 他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告诫过他 得自外界的力量 即便如何纯净 也不如自己修炼所得威力大 有时力量单一的增长 并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当修为达到一定境界后 必然会遇到一个高原区 那个阶段 是一个力量凝炼的过程 修炼者的身体 如同海绵体一般 过滤掉博杂的元气 将精华部分提炼 凝食 显而易见 不纯净的元气越多 这个高原区持续的时间就会越长 嗯 这半颗天使之星内 蕴含的力量很纯净 吸收之后 想必不会有多大麻烦 陈南将半颗天使之星 放在了怀中 就在这时 天空发生了异象 神秘中年人身旁 直插云霄的巨大光柱消失后 无数道巨大的闪电从天而降 向着他披露而去 高空之上电闪雷鸣 几个无敌强者 飞快躲到了一旁 场内只剩下神秘中年男子一人 此经神龙双眼射出两道寒光 惊道 此人的修为实在太过强大了 他的力量已经超出了 人间界允许的极限力量 现在天降神法 如果想继续驻留人间界 只能进行自我封印 陈南心中一动 当年他父亲的修为 只能用身不可测来形容 现在想来一定是 进行了自我封印 强留在人间 啊 神秘中年男子仰天大吼 漆黑如墨的长发 接到竖了起来 发现那把原本寒光闪闪的剑体 竟然变得鲜红欲滴 仿佛要渗出鲜血一般 巴掌大小的血剑 散发出赤烈的血红色光芒 将中年男子周围 数十丈范围的空间 染成一片血海一般 七眼 吓人 远处的那个 尸煞下的 立刻跪倒在虚空中 不断朝着中年男子 鼎里膜拜 老妖怪脸色大变 惊道 血修之法 这时 血剑快如闪电一般冲天而起 迎向了自高空击落而下的 数十道闪电 一片耀眼的血光弥漫在整片天际 整片天空仿佛都变成了血红色 数十道巨大的雷电 竟然被血光笼罩在了里面 震耳欲聋的雷声不绝于耳 但没有一道电光 能够冲破血光 而近身到中年男子身旁 此刻神秘的中年男子 右眼中的清明光辉 越来越暗淡 左眼中的血红色光芒 越来越明亮 整个人看起来 变得妖意无比 透发出一股凶残狠利的气息 血焰滔天 伴随着一声大喝 中年男子双眼中 射出两大血红色的锋芒 高空中的血剑 急速旋转起来 而后突然调转方向 挟持着数十道雷电 一起向下方飞来 高空中的雷电 如金蛇乱舞 数十道巨大的闪电 交织在一起 仿佛将夜空撕碎了一般 所有巨大的电弧 都尾随在血剑剑柄处 向下急咒响来 西方天使私闯 东方修炼剑 杀无射 中年男子双目赤红 右手猛力一挥 高空中电射而来的血剑 立刻调转了方向 朝着艾美斯 与卡姆拉飞斩而去 两个天使 现在都没有献出本体 躲在同名人的体内 在中年男子 击杀穷恩斯时 他们就想逃走 但一股若有若有的气息 牢牢地锁定了他们 令他们丝毫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 见神秘的中年男子 向他们下杀手 两个天使大惊失色 急忙念动咒于抵抗 愤怒的火焰 燃尽黑暗 烈焰烧天 让光明照耀大地 黑暗从此不在 日咬人间 无尽的大火与明亮的光芒 将夜空照耀的一片通明 熊熊烈焰与赤烈的光芒 向着血剑席卷去 但是那鲜红欲滴的血剑 在一接触那火焰与光芒后 突然爆发出万丈血光 将整片天空都染红了 熊熊烈焰与赤烈的白光同时消散 同一时间 血剑也一阵颤动 它周围的血光浩荡时 宛如滔天血浪一般 快速向着两个天使冲涌而去 几十道巨大的闪电 发出隆隆雷响 紧随其后 两个天使亡命一般 向着西方天际冲去 想要就此逃走 但那炽烈的血红之光 极快如红 眨眼间就追上了他们 圣光盾 斩 后土盾 杀 艾美斯左臂前出现一面巨大的光盾 右手中则延伸出一道巨大的光剑 卡姆拉左臂前出现一面巨大的土盾 右手中也同样延伸出一道巨大的光剑 两人一边用魔法盾抵挡血光 一边劈出光剑 想击落那杀气森森的血剑 只是那血剑威力太过浩大 遇到阻隔后 一阵剧烈颤动 整片天际宛如浩荡起了滔天血浪一般 无边无际的血红色的光芒 将两个天使淹没其中 两声凄厉的惨叫 两个四翼天使快速摆脱了两具人体 快速冲腾而起 在高空中洒下大片血雨 血水洒落在下方的血剑之上后 七眼的血剑宛如活了一般 发出阵阵清明 化作一道鸿芒 带着数十道闪电冲向两个天使 无边无际的红光遮拢了天地 巨大的闪电隆隆作响 响彻天地间 血剑冻穿了两个天使的身体 随后而来的数十道闪电 则全部击落在他们的身上 鲜红的血水滋润了飞剑 残破的躯体掉落在闪电间 可怜两个天使瞬间便灰飞烟灭 在夜空中未留下丝毫痕痕迹 飞剑斩杀两个天使之后 颜色渐渐暗淡下来 飞旋而回 插落在神秘中年男子的发间 所有的闪电皆消失不见 此经神龙低声叹道 太可怕了 居然能够借用神法之力 且随时能够自我封印 这个人不应该住留在这个世界啊 神性 魔性 难得清醒 杀身灭灵 亦祸 修成大魔 悠悠叹息响彻天地 不过此时神秘中年男子的话语 令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了一股彻骨的寒意 轻松斩杀三个中阶天使 这样的人竟然在犹豫 是否修成大魔 这是在太可怕了 第177章 双魂 地面上的所有修炼者 皆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空中的几个无敌强者 一心惊不已 中年人在这一刻邪气壁露 整个人透发着一股阴冷的气息 早先那霸绝天下的绝代高手 气势荡然无存 此刻他双目赤红 脸色猙獰 如同一个恶鬼一般 远处的尸煞战战兢兢 最后飞到中年人的脚下 贵妇于虚空之中 不断颤抖 老妖怪若有所思 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色骤然大变 陈南皱眉想了想 一瞬间 他也脸色大变 场内也仅有他们两人知道 神秘中年男子的底细 难道他 绝代高手和当初的妖道 共同复活了 陈南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早先他曾在古墓内的结界处 感应到了一组组奇异的画面 当中一副便是一个模糊的人影 乘坐着巨大的西方巨龙 指挥三个白骨魔 在战场上收割生命 现在想来 那个人影定然是妖道无遗 那三个白骨魔 一定是后来的三个尸煞 数千年过去后 三个尸煞一定是随着妖道 或者说绝代高手的觉醒而复苏了 地下古墓 与藏有御长的地下世界紧紧相连 地下古墓中的绝代高手 之所以能够复活 恐怕和地下世界内的 御长招引来的天地精气 有莫大的关系 难道那个绝代高手 和妖道的魂魄一直没有散去 可是这未免太过惊人了吧 死去数千年之久的人 竟然再次复活了 陈南心中充满了迷惑 这时 神秘中年男子滴滴的自语 解答了陈南心中的疑惑 没想到历经无数悠久岁月后 我还能够从假死中清醒过来 悬疑的武学功法 上古先动阴晕的灵气 还真是侥幸啊 但我还是纯粹的我吗 妖道的魂魄 竟然融合到了我的体内 我现在到底是谁 中年人脸色猙獰无比 满脸凶残 狠利之相 陈南当真震惊无比 绝代高手 竟然一直都处于假死状态 经过数千年的修养 他居然慢慢复活了过来 而那妖道修习的是血修之法 竟然将魂魄依附在了他的身上 随着他的复苏而觉醒了过来 两个灵魂融合在了一起 数千年前 妖道就已经成仙 而绝代高手却能够灭掉他 现在两人合二为一 其实力可想而知 不甘不敬 不如就此散去 中年人俯视着脚下的尸煞 猛的一挥掌 一片赤裂的神光 瞬间将尸煞击为粉碎 他冷冷地扫视着 高空中的几个无敌强者 随后又缓缓转动身体 将目光望向东 西 南 北四方远空 陈南大惊 暗道 难道远空 还有无敌强者未曾露面 不容他多想 这时神秘中年人赤红着双眼 狠狠地盯住了他 陈南立实感觉 如被毒蛇盯住了一般 浑身上下一片冰凉 一股恐怖的压抑感 扶上他的心头 就在这时 御守掌突然光芒大作 快速向高空冲腾而去 这个变故令陈南大惊 他想挥动擒龙手收回来 但在瞬间 他又放弃了这个想法 当下众多无敌高手环视 他不可能保得住这件神物 昆仑妖族端木 紫孝公的王熙 以及三个老怪物 一同向御守掌冲去 同时 东 西 南 北四个方向冲击而来 树到强光 向着御守掌包裹而去 空中立石大乱 神秘中年男子一声大吼 也向着御守掌冲击而去 不过当他一加入 所有人都一起动手 向他发动攻击 东 西 南 北四个方向 更是冲来几条人影 围绕着神秘中年男子 打出重重滔天的掌力 空中大乱 所有人一起围攻 神秘中年男子 哎呀 神秘中年男子乱发飞扬 眼中凶光闪烁 他仰天大叫道 今天没有一个人 能够活着离开这里 森寒的话语 透着强大的自信 没有人怀疑他的能力 所有无敌高手 都联合在了一起 面对一个不属于 人间界的高手 且情绪极不稳定的疯狂之辈 众人只能联手 就在这时 一道强光忽然向陈南袭来 陈南身上的后翼弓 快速向高空冲去 卷入了争斗的漩涡中 我 警号警号人民币 百分号人民币警号 百分号人民币 陈南破口大骂 竟然有人浑水摸鱼 将后翼弓掠到了空中 在大战的漩涡中不断旋转 但没有一个人敢接近 不然定然会成为众矢之地 即便强如神秘中年男子 也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暗中隐藏的那些无敌强者 这时都已经露面 众人全方位将他包围 攻击于他 这时的大战 比之最开始三个天使参与的大战 还要激烈 空中众人都化成了一道道流光 再难看到人影 所有人的动作都快如闪电 地面上众人惊得目瞪口呆 今晚发生了太多的意外 千百年 罕见的无敌大战 竟然展现在他们的眼前 怎不让他们震惊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夜 楚国帝都所有修炼者 皆在仰望皇宫上空 高空中的无敌高手大战 如同流星惊空一般 一道道光芒在穿梭 交叉 迅若极淀 就在所有人都在仰望高空中的 无敌强者大战之时 陈南体内突然冲出一惊 一黑两个光球 两个光滑璀璀的光球 使一升空 便快速缠绕在了一起 相互环绕 旋转起来 形成了一个太极图 当日在十万大山中 磨电上空的景象重现 只不过这一次缺少了陈南 两色光球自行飞旋 冲腾而上 围观众人大惊 他们根本未曾注意 这是从哪里飞来的神秘太极图 太极神魔图 陈南低声惊呼 他的双眼射出两道寒光 低语道 难道他们真的有意识 这还未容他多想 他的胸口一阵发热 欲如意轻轻颤动了起来 而后突然自行飞起 快如闪电一般 向高空冲去 在空中爆发出一团耀眼的强光 第178章 大魔 紫禁神龙 吓得一缩脖子 紧张地望着空中 当真是一物降一物 这 陈南再次大惊失色 两色光球飞上高空 他不觉得意外 毕竟以前曾经发生过 类似的事情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神秘的欲如意 也能够自主飞行 这让他感觉不可思议 数千年不见天日 他也未曾自动脱离那地下湖 为何近来他频频发生异常现象呢 难道 他吸收龙渊之后有了足够的力量 还是 他以前一直在沉睡 直到近来才渐渐觉醒 陈南心中充满了疑问 两色光球形成太极图后 爆发出无比耀眼的光芒 如一轮太阳一般当空而挂 随后 他快速冲进了 无敌强者大战的包围圈中 向着御守掌 与后翼公飞快冲去 这惊人的变故 令空中的无敌强者们 也感到有些错愕 万万没有想到 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古怪的太极图 所有人意气发力 向着太极图劈去 就连自古目中复活的 神秘中年男子也不例外 霸掘天地的一拳轰击而出 令众人吃惊的还在后面 一团璀璨夺目的光滑直射场中 一个晶莹剔透的御如意 散发着万丈光芒 将场内浩瀚如海般的力量 吸纳而去 所有力量都在一瞬间 消失无踪 众人大惊 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御如意毫不停留 爆发出一团绚烂夺目的光芒 向着太极图席卷去 同时也笼罩住了御守掌 与后裔工 空中发生的变化 令地面众人目瞪口呆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在这个关头 会出现这样异常的情况 最后太极图和御如意 纠缠在了一起 两者皆放弃了 场内的两件神物 他们不断地旋转 爆发出阵阵恐怖的波动 这时 场内的无敌高手一致认为 太极图和御如意 乃是修道者的法宝 现在正有功力通天的两人 在暗中遥控他们 想要抢夺神物 现在他们两人缠斗了起来 混战再次爆发 太极图 御如意被包裹在战斗圈内 空中光芒闪烁 静气汹涌 浩荡 场内的神秘中年男子 对抗众人的围攻时 不断打亮御如意和太极图 他双眼爆发出两道奇光 今日舍弃先灵气 成就大魔身 从此我名为大魔 你们都将成为我出世的祭天之物 啊 大魔仰天狂吼了一声 他的双眼彻底失去了光彩 变得空洞无比 仿佛能够将整个世界吞噬 你们都给我去死 一拳轰出 整片天地都晃动了起来 狂猛的力量 如暮海狂涛一般 在高空汹涌澎湃 众多无敌强者 没有一个人敢一己之力 接下这一拳 众人聚集到一起 合力向着大魔轰击而去 轰隆隆 高空之上电闪雷鸣 树道人引道翻了出去 大魔一拳将众多无敌强者击飞 他的双眼无比空洞 默然地扫视着众人 我说过 你们都要去死 巴掌大小的血剑 自他发肩缓缓飞起 而后剧烈颤动起来 在空中荡起滔天血浪 最后化作一道鸿芒 向着众人劈斩而去 所有人都暴退 没有人敢与之争锋 但血剑祭出 必定要燃血而归 龙骑士瑞拉首当其冲 七眼的血剑 在一瞬间暴涨了无数倍 化成三丈巨剑 以泰山压顶之势 披落了下去 扑 嗷吼 伴随着冲天的血光 瑞拉的坐骑神龙 被批为两段 死尸坠落而下 龙骑士瑞拉之龙 为是所罕见的西方神龙 长约十丈 浑身上下荧光闪闪 如同充盈着璀璨 宝灰般绚烂夺目 然而仅仅一瞬间 这头神异的西方骑龙 便死于非命 自妖父坚处 被生生结为两段 七里地龙猴响彻天地 大片的血雨狂洒而下 瑞拉侥幸躲过一劫 避开了大魔的催动的血剑 看到跟随她多年的神龙殉命 她目自欲裂 背后道 大魔 今日我与你不死不休 瑞拉虽然失去了神龙 但自身也能够欲空飞行 她如亡命一般 爆发出全身的潜力 挥动手中银枪 浩荡起滔天气浪 向着大魔刺去 其他无敌强者见状 也趁这个机会 向大魔发动起最为猛烈的攻击 众人知道 单凭一己之力 根本难以对抗 这个不属于人间界的 几道强者 可是就在这时 高空之上开始雷声大作 无数道巨大的闪电 披露而下 袭向众多无敌高手 众人大惊 大魔的力量 已经超出了 人间界允许的寂静 引得神阀降下 使众人跟着受到了牵连 轰隆隆 高空之上狂雷大响 到处都是电光 到处都是巨大的闪电 众人纷纷运功相抗 只有大魔不受影响 他的双眼空洞无比 默然地注视着众人 地面上的紫金神龙低声道 这个人太可怕了 戒神阀之力袭杀诸多强者 他自己却封印了身体机能 荣于虚空 可怕呀可怕 昆仑妖族端木最为冷静 他知道 眼前的大魔 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战胜的存在 开始思索对策 这时 玉如意与太极图映入他的眼帘 二者现还在纠缠 绽放出的光芒璀璨无比 逼得那些雷电都难以进前 即便偶尔有巨大的雷电闯入其间 也会被玉如意 无声无息地吸收掉 同时 两者再次将玉首长和后裔弓 拒拢到了他们的旁边 令两件神物不断围绕他们旋转 难以脱离而去 端木眼中清光一闪 他和其他人一样 认为玉如意与太极图 乃是两个功力通天之人的法宝 现在唯有这两人能够与大魔相抗 他打起了驱狼吞虎的主意 端木张嘴喷吐出一段光芒灿然的青木 向着大魔智去 原本半尺多长的青木御风之后 快速变大 最后竟然化成长达数十丈的晴天巨木 荡起滔天轻艳 向着大魔恶狠狠地砸落下去 空中电闪雷鸣 巨木横空 整片天地都剧烈颤动了起来 巨木以泰山压顶之势 荡起滔天巨浪 将大魔龙照旗下 大魔一声冷哼 周围魔艳冲天 他的背后 现出无数道巨大的魔影 高如山月一般 直插云霄 第179章 风魔印 大魔未有丝毫动作 但其身后的高大的魔影 纷纷出拳 将青木轰飞了出去 随后插于大魔发剑的血剑 冲天而起 向着端木袭杀而去 昆仑妖族端木并不惊慌 快速向着玉如意和太极图冲去 他的身体连连振战 一片萌萌青气涌动而出 衣服在太极图之上 化成了和他一般无二的身影 而他自己 则快速飞向一旁 退到了数十丈开外 陈南身旁的紫金神龙低呼 身外化身之魁 累替身 血剑浩荡起重重血浪 将玉如意和太极图冲罩在里面 化成数丈长的巨大魔剑 则狠狠向他们斩去 轰 天摇地动 剧烈的撞击 爆发出一团璀璨夺目的光芒 如十日耀空一般 令人睁不开双眼 浩荡起的巨大气浪 将所有无敌强者都先飞了出去 端木的替身已经化为粉碎 血剑被牢牢地吸在玉如意 与太极图旁边 在南一洞分毫 大魔献出一丝痛苦之色 玉如意冲去 他连连挥动双拳 打出一重重排山倒海般的力量 接轰击在玉如意和太极图之上 这时 高空之上的所有雷电也被一起引来 神发之力向着玉如意和太极图冲撞而去 玉如意和太极图爆发出一片璀璨的光辉 耀眼的灰芒逆天上 将那数十道巨大的闪电接阵散于无形 而后又将大魔包裹在了里面 大魔在里面不断轰击 怒吼连连 空中的无敌高手们大惊失色 没想到两件法宝竟然威力绝伦至此 众人犹豫片刻再次冲了上去 毕竟玉手掌也在里面 今晚他们就是为这件神物而来 空中流光一彩 静气冲腾 璀璨的光芒照亮了整片天地 不知为何 玉如意和太极图包裹着两件神物与大魔 忽然快速向西方飞去 引得无敌高手们紧紧相随 一起离开了楚国皇城上空 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 直到无敌强者们消失很久 地面上观战的众多高手 今日所见所闻对他们来说 如同梦幻一般 走了 终于走了 陈南脸上充满了笑意 今日虽然未曾得到一件神物 但他体内的两个光球却离体而去 这对于他来说意义非同小可 无名神魔曾言 两个光球早晚有一天会威胁到他的生命 现在麻烦进去 他感觉一下子解脱了 傻笑什么呢 龙无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如折落人间的仙子一般 整片空间都因他的到来 而一下子明亮了起来 哈哈 想到从此以后摆脱了威胁 陈南发自内心地大笑了起来 小心 龙无惊呼 快速将陈南拉向身后 另一只仙手 则向前挥去 这时 陈南也以心声警叫 察觉到身后 有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大力袭来 他急忙运转玄弓 扭转身躯 猛力推出一掌 混天小魔王猙獰的面容 映入他的眼帘 像天背副神魔翼 快如闪电一般 自三掌开外冲击而来 他的双掌间 催发出一片炽烈的血红之光 刚猛的力量 仿佛破碎了空间 令这一小片天地 都为之振战不已 陈南终究慢了一步 血红之光眨眼熄到了他的眼前 不过首当其冲的并不是他 而是与他交换了位置的龙武 龙武毕竟还只是一个三阶高手 哪里挡住的青年中的绝顶强者 混天小魔王的全力一击 血红之光快速突破了他的掌力 冲进了他的身体 陈南拍出的掌力 只能将那血红光芒的余波震散 根本未来的极阻挡住那 最为狂猛的一波力量 绝美的龙武 如一朵凋零的花一般 无力软倒在陈南的怀中 鲜红的血水 自他的口中不断涌出 他的脸上已经毫无血色 洁白的衣衫沾满了血迹 他似蛇翅的天使一般 圣洁而又凄美 这简直就是万年前雨 心待他受死那一幕的重现 陈南看着龙武 那渐渐失去光彩的双目 他目姿欲裂 洁白的衣裙满是鲜血 气焰的红 触目惊心 但那苍白的绝美容颜 却带着欣慰的笑容 万年前 雨心那憔悴的容颜 再次出现在陈南的眼前 他的耳旁 似乎又回想起了雨心迷流之际 那断断续续的低语 当你 老去的时候 还能够想起 一个叫雨心的女孩 呃啊 陈南仰天背后 满头黑发狂乱舞动 街道竖了起来 一股磅礴的大力 自他体内汹涌澎湃而出 他身后的一座宫殿 在一瞬间爆碎 他脚下的地面 出现一道道巨大的裂痕 向着远方延伸而去 滔天的魔气自体内爆发而出 七条十字化的魔影 出现在他的周围 如七尊魔神一般 环绕着他不断旋转 最后七道魔影 一起冲进了陈南的体内 他的双眼变得空洞无比 那里没有丝毫生气 宛若地狱深渊 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望之令人有一股沉沦 毁灭的冲动 逆天七魔刀 七刀何一 向天你给我去死 一道十丈刀芒直冲高空 宛如九幽魔光 七雁夺目 陈南狂暴了 在这一刻 他忘记了逆天七魔刀 乃是禁忌之法 现在他只想毁灭 凭着本能 他施展出了目前最为惨烈的功法 手中虽无刀 但刀魂已现 璀璨的刀芒破碎虚空 向前奔袭而去 就在这时 一道快如闪电般的身影 冲进了场内 拉起向天暴退 竟然是早先离开的 混天大魔王 十丈刀芒 没有斩在混天派 师徒二人的身上 却将前方的一座宫殿 积为粉碎 又将地面 积出一道巨大的沟壑 阿弥陀佛 一声佛号响起 小林寺的老和尚 闪现在场中 混天大魔王 见老对头出现 不再逗留 拉着混天小魔王 快速离去 老和尚看了陈南一眼 而后也追了下去 呃呀 陈南仰天悲笑 壮若疯狂 他大吼道 向天 即便你逃到天涯海角 我也要将你擒拿回来 我发誓 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此时此刻 陈南如着了魔一般 脸色猙獰无比 他的身体 一会儿爆发出神圣金光 一会儿又爆发出滚滚魔燕 经 黑两色光芒交替出现 令他看起来格外的诡异 这一次施展逆天七魔刀之后 他并未丢掉性命 也并未陷入假死状态 因为这一次 七魔魂并未 处立他的身体 严格来说 刚才那威力绝论的一击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逆天七魔刀 就在刚才 他体内最为隐秘的 一道封印破开了 陈湛遗留在他体内的 那道封印力量 化作石杖刀芒 冲出了他的体外 也是这股力量 将逆天七魔刀的 七魔魂 组在了他的体内 父亲 你放我成魔 设下风魔印 但终究还是失败了 魔游新生 魔气难以化尽啊 陈南直到现在才发现 陈湛曾在他体内 施加过一道风魔印 第180章 问鼎十大 陈湛已经预感到 陈南将来可能会有 正乳邪 踏足魔道 他秘密设下风魔印 炼化陈南体内 平日滋生的戾气 阻止他迈入暗黑领域 不想到头来 终究失败 今日所发生之事 简直就是万年前的翻版 魔种在那十种下 在今日重生 一举突破了风魔印 陈南双目空洞 男男道 雨昕 雨昕 龙武 今日我再也不能 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女子 为我而死 他将半颗天使之心 放入龙武的口中 而后划破自己的手臂 将鲜红的血水 滴落在天使之心上 紫金神龙收起了 平日的无赖样 叹了一口气 道 还是用我的神龙血液吧 精通炼丹之法的奇人 得到龙凤的一灵半爪 便能炼成一如仙药 可见灵兽的神意 神龙之血不需炼化 就可谓天下一等一的仙药 舞爪紫金神龙的血液 更是极品中的极品 当神龙血液 滴落在龙武口中时 他原本苍白的脸颊 渐渐有了一丝红韵 微弱的气脉 也渐渐悠长起来 这时 东方凤凰 小公主 凯文 冷风等人 快速自远处冲到了境前 目睹龙武此时的状态后 众人露出忧色 随后楚约和孟可也赶到了现场 楚约道 快把龙姑娘送进皇宫 我命人去找御医为她疗伤 陈南并不搭言 拖起龙武 随着大公主向皇宫走去 尽管众人对空中的紫金神龙频频注目 但并未露出过多惊讶之色 因为今晚发生了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众人的神经都已经麻木了 今日 紫金龙神大仇得报 心情异常激动 冷静下来后 他觉得 要想将那个罪魁祸首铲除 非需彻底恢复龙元 且修为再提升一大截不可 当下他开始 动起了歪脑筋 打起皇宫药库的主意 他没有跟随众人而去 快速融入了夜色中 经过御医的检查 发现龙武虽然五脏六腑多处出现裂痕 但却在以缓慢的速度愈合着 料想一段时期以后 定然能够完全复原 众人意其妄想陈南 奇怪他刚才到底给龙武服下了什么灵丹妙药 对此 陈南并未作答 他转身离去 回到了楚越为他安排的房间 从风魔印破开之后 他体内的真气流向 一会儿正向运行 一会儿逆向运行 他的体外睛 黑两色光芒不断变换 显得格外诡异 向游新生 磨油新种 不过我 依然还是原来的我 附近你过滤了 陈南打坐调息 但无论怎样抑制 体内真气走向 都无法固定在正向运行 总是正 反不断变换 他内视下发觉 体内黑亮的真气 和金黄色真气所占比例 竟然一样多了 且颜色不同的两种真气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快速融合着 单一的金黄 或暗黑正在快速消失 融合的真气 慢慢转变成了紫金色 陈南虽惊 但却不慌 他不再刻意运转玄弓 人体内真气不断幻想流转 最后他心中越来越平静 逐渐进入了物我两望状态 沉静地到了一种奇妙的无境当中 此刻他脑中充满了各种 玄弓奇学的走向图 家传玄弓的图文 一幕幕浮现在他的心间 平日许多晦涩难懂的武学问题 现在竟然渐渐明朗了起来 在这一刻 他的境界提升到了一片新天地 这一夜 陈南的房间两色光芒不断闪现 直到天光快要放亮时 两色光彩消失 不过这时 一股难言压抑感 自陈南的房间 渐渐透发而出 同一重院落 其他房间中的凯文 冷风等人同时被惊醒 这些四大学院的学生 皆感觉到了一股莫大的压力 所有人都跑出了房间 他们在院中 惊异地望着陈南的房间 那里的两色光已经消失 黑漆漆一片 恐怖的波动 正是自那里向外浩荡而出 不知为何 所有人都感觉 那漆黑洞洞的窗口 宛如地狱深渊一般 里面仿佛掩藏着一个绝世凶魔 没一个人的心中 泛起一丝凉气 就在这时 那黑漆漆的所在 传出的恐怖波动 越来越剧烈 给人的压力 也越来越大 终于 那间房屋再也经受不住 强压的冲击 在一阵巨大的哄响声中爆碎 陈南闭着双目 双手不断动作 接触一个又一个奇怪的手印 恐怖的波动 正是自他指尖透发而出 传说 功力卓绝之辈 通过结印 可施展出某些威力绝伦的进法 传说 一些玄弓在运转之时 如果施法者完全契合玄弓要义 也会不自觉地接触各种法印 这种情况下接触的印法 称之为玄弓的外向 很显然 陈南目前在运转玄弓 其已经陷入空灵之境 身心和弓法完全契合 此刻向有法声 印由深称 这是陷入妙境后的自然反应 旁观众多青年高手 揭露出精益之色 既经线 他陷入奇妙的武镜 也吃惊于他家传玄弓的玄妙 霸道 这时 不少皇宫侍卫 向这里赶来 刚才陈南护体 尽气破碎房屋 所发生的声响太过惊人 引得守护皇宫的高手 皆向这里赶来 大公主楚越 和淡台圣地的仙子孟可尔 也赶到了现场 看明情况后 才发觉是虚惊一场 楚越挥退了众多侍卫 正在这时 陈南从玄妙的武镜中 行转了过来 在印法停下来的一刹那 他的身体爆发出一团 自他体内爆发而出 宛如滔天巨浪席卷天地一般 附近的几所房屋 皆在一瞬间 被掀飞到了半空中 而后轰然爆碎 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 自陈南处浩荡而出 院中的众多青年高手皆飞退 躲避那汹涌澎湃的恐怖波动 小公主和东方凤凰 恰好从远处赶来 看到这番情景 两人皆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小公主怀中抱着小玉 气道 败了又变厉害了 可恶 东方凤凰眼神也不断变化 最后叹了一口气 道 确实让人惊讶 近处 四大学院的学生 对陈南又惊又羡献 他们明白 这一次陈南的修为 提升了一大截 风华绝代的大公主楚越 眼中寒光一闪而过 她已惊动了杀机 不过冷静思考后 在一瞬间 她又渐渐压制住了冲动 一个修炼者 即便本领通天 也不可能和一个国家对抗 除非修为达到传说中的 六阶无敌之境 最主要还是老妖怪 曾经知会过楚越 告诫她 莫妖妄动 楚越偷偷看了一眼 旁边的孟可 发觉自己这位师姐 眼中透发的杀气寒冷习人 比她的杀意更加浓重 呃啊 陈南睁开了双眼 两道十字画的紫金之芒 自她双眼透发而出 长足有半米 她仰天大吼 漆黑如墨的长发狂乱舞动 她如一尊魔神一般 她手情方天画己 单手向天赐去 一道七丈长的紫金之芒 直上高空 宛如一道赤裂的闪电一般 破碎了虚空 院落内狂风大作 飞沙走时 所有断瓦 残船皆漂浮了起来 围绕着如同魔神一般的 陈南剧烈旋转 神性 魔性 皆是人性 轰 一声暴响过后 漫天瓦力皆化为细沙 狂风立指 沉沙飘洒在地 陈南池神己 立于场中 外放之强大气息聚敛于体内 孟可儿脸色变了又变 不过最后 还是露出了一脸灿烂之色 他微微笑道 恭喜陈兄神功大成 东大陆十大青年高手 再换一人 冷风惊道 四阶大成 准绝世高手 众人皆经 历史议论纷纷 四阶大成便是准绝世高手 离真正的五阶之境 还有一步之遥 陈南越国四阶终极 直接步入四阶大成领域 这是一次飞跃性的提升 这一次龙武之遭遇 简直就是万年前 雨昕身允情景的重现 撕开了陈南心中最大的伤疤 在那一刻他狂暴了 身体潜能全面释放 险些走火入魔 不过 最终他却因祸得福 身体潜能大放之际 无匹的静气 贯通一条条未知领域的细小经脉 随后他陷入空灵状态 许多似是而非的武学问题 在那种奇妙的武镜下 渐渐融会贯通 因缘机会之下 忠实的修为 再次飞跃上一个崭新的高度 没有风魔印的压制 便易的黑亮真气 疯狂同化金黄色的真气 直至两者等亮后 又慢慢融合在了一起 变成紫金真气 融合后的真气 似乎比之先前还要精纯 不过陈南也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现在玄公有一半的时间 在自发逆向运转 如此下去 在修炼的道路上 他可能真的要踏上一条不归路